这床上怎么有个电动芽刷呀 哎呀小龙啊 妈 我们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呀 哎呦 我们每次让你们回家都说忙忙忙 你们不来我们来还不行吗 哎 爸 妈 哎 小丽 我跟妈妈做了一点小菜给你们带过来 还有啊 两条新鲜的卤鱼 哎 爸 我不知道这个放冷冻还是冷藏啊 你帮我放一下吧 行 那冰箱呢 在那呢 哦 你看你看 这个是客厅 妈 哎呦 干什么吓我一跳 叫魂的你 笑什么 你就第一次来我带你参观一下吧 哎呀好好好 小丽 小丽 一点儿 我差点拴一个大跟头 嗯 这个是油烟机 这个是锅 哎呀你不用说啊 这我都知道了 不是小丽 你们冰箱里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 平时不做饭啊 偶尔做 但平时就点外卖 这都结婚了 不能走一辈子吃外卖吧 这身体会搞坏的宝贝 我知道 我跟你说 现在外面那些东西都不干净 什么重油重盐的 吃多了 到时候味觉都会退化掉的 爸 哪有那么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 跟你说你们要懒得做 回家吃 再不行的话 让你爸给你们说 爸妈 要不要参观一下房间啊 这个 好好好啊 干嘛不参观 来来来 老公 快点啊 来吧 真是挺干净的 怎么都是男人东西 小黎 你的东西呢 我们的东西在隔壁呢 隔壁 隔壁 这主卧不是睡隔壁 这是干什么 隔壁是新房 我们是新婚夫妻 当然要睡新房 爸妈要不要去看看 当然要看 走啊 走啊 好好好 这边这边这边 这个呢是厕所 但是呢没什么可看的 咱们就往里面去吧 好好好 这房间好大 比刚才那个大 对对对 这怎么能这么乱呢 真是 小黎 怎么只有一个枕头啊 江一城 晚上睡觉流口水 把枕头弄脏了 所以去洗了 那是脾虚啊 平时得多吃山药跟红豆 下回啊 我过来把一米水给你带了 一定要坚持喝 知道吧 一个喜次都没有 一点新婚的氛围都没有 人家不知道的 以为他们来是合租呢 真是 这床上怎么有个电动芽刷啊 要不去客厅 好 客厅坐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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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